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三篇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反迫害21周年 全球各地传真相换良知 7月19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市中心集会游行 举办了720反迫害21周年活动 当天中午12点左右 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韩光广场 一片金灿灿的景象 身着金黄色服装 来自韩国各地的700多名法轮功学员 提前30分钟到达这里 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 佩戴的口罩上都贴有 天灭中共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标语 格外吸引人 下午2点开始 游行队伍从青西川韩光广场出发 途经民洞防华街道 韩国银行中共大使馆前 最后在韩国著名景点南山附近结束 总行程约2000米 7月18日至20日三天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 在明古屋市中心的荣 以及荣广场和明古屋中领馆前 和平抗议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7月21日 南澳阿德莱德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州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 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 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以及对人权的践踏 获得当地各界人士的支持 南澳立法会议员弗兰克斯 查述股市副市长瓦尔德等政要 及社区嘉宾 分别在集会上发言 他们呼吁澳洲政府和社会各界 一起站出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和活摘器官的罪恶 弗朗克斯议员为法轮功连续遭受 中共21年的迫害而感到痛心 也为自己能站在这里 为正义大声发声而自豪 并表示会不畏困难 一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华尔德发言说 经过21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呼声 终于开始得到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 虽然来得有些漫长 我们也看到了中共的面具脱落了 澳洲人终于开始清醒了 开始认清了中共政权的本质 7月19日西澳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州议会大厦之前集会 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 集会现场有逃离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作证 讲述他们个人所遭受的迫害 也有政要和法律界人士演讲 表达了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 追求自由和尊严 并呼吁澳洲政府发声制止迫害 谢里登高等教育学院法学系主任 齐摩尔曼教授发言说 我支持你们 无条件地支持你们 因为你们是勇敢的人 你们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 为正义而战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作为西澳法律改革委员会前任专员 和一名法学教授 这不仅重要 我还是你们的朋友 与你们一起 为你们的权利一战到底 7月20日 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了 以结束对法轮功21年的迫害 为主题的网络集会 包括来自澳洲各地跨党派联邦议员 参议员 州议员以及律师 教授 智库负责人 和社区领袖 人权活动家在内的十几位嘉宾 通过视频连线发言 还有五位议员 因故不能预会 但提前给主办方寄来了录制的视频 或书面支持信函 预会的线上观众近300人 议员嘉宾在发言中 谴责中共与信仰为敌 共同呼吁结束这场史无前例 长达21年的迫害 他们也表示 法轮功学员 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 为了自己的信仰 所展现的坚韧无畏的精神令人鼓舞 澳洲各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清醒地认识中共所犯的罪行 及其邪恶本质 议员们都表示 坚定地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中国民众 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 7月21日 来自新西兰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 聚集在首都惠灵顿 举行反迫害21周年集会活动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抵达新西兰国会大厦后 4名法轮功学员 在国会门前集会上发言 讲述他们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并呼吁善良的人们和各国政府能选择正义 呵护善良 两位议员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 国会议员哈瑞如阿说 我们都有作为人的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表达的自由和宗教的自由 所以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系统的虐待 无论从人权的角度 还是从民主的角度看 那都是错误的 7月25日上午 新西兰基督城法轮功学员 在中灵馆前举行反迫害活动 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 旷日持久的迫害 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下午 法轮功学员又到教堂角 讲真相劝三退 希望海外华人认真了解真相 退出邪党组织获得新生 7月2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 烛光守夜召开研讨会等多种形式 纪念720反迫害21周年 广传真相 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揭露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 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携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对全世界人民的迫害 活动得到政要专家和民众各界 积极响应和支持 当天国会议员吉姆湘农 在英国议会发言中 提请英国政府 在国际社会联合谴责中共 侵犯人权恶行的世界正义浪潮下 关注中共当局 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 指出本周是中共迫害法轮功 21周年之际 法轮功学员遭受着 中共国家掩盖下的 商业性活摘人体器官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也知情 他希望英国政府 考虑对那些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 严重侵犯人权者 实施履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对于乡农议员的发言 英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多米尼克·拉布 现场回复表示 他深度关切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团体的宗教和信仰迫害 他说 我们对中共以宗教或信仰为由 对中国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的迫害深表关切 中共的新国安法只会加大这种暴力压制带来的危险 7月20日 多斯塔尔发言中说 我相信总有一天真善忍和爱将战胜中共极权的谎言和仇恨 迫害将结束 所有无辜受害者以及中国人民将能够自由生活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尽快使这一天到来 7月20日 意大利各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罗马 在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前集会 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21日 法轮功学员又来到国会前 蒙特奇特利欧广场 举办以结束对法轮功21年的迫害为主题的集会 多名国会议员在集会上发言 他们赞扬法轮功团体 向世人展示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呼吁政府站出来 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 7月25日 德国中部法轮功学员 在德国法轮克服侍中心的查尔大道 举办了反迫害纪念活动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同时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得知真相的人们纷纷在给德国政府的征签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德国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 在著名人权之城纽伦堡的哈尔广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一位德国老先生了解迫害真相之后 对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行为很感动 还说对你们置疑崇高的敬意 他还朝着法轮功学员的方向鞠了鞠躬 这位老先生在请愿书上签完名字后 还多拿几份资料 表示要给他所住的老人院里的人看 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1周年之际 十位来自德国黑森州五个党派的欧盟议员 联邦议会议员 州议会议员 及法轮克服事议员发来贺信 签署联名信 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正义之举 并强烈谴责中共的残酷迫害 7月20日 法国主流媒体法国文化电台发表长文 报导法轮功学员一路反迫害的历程 7月16日 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活动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佩特拉·德·萨特 联邦参议员马克·德梅斯·麦克 联邦参议员伯特·安西奥等多名议员签署了联合声明 表达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中共迫害的深切关注 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 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 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7月18日到21日 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纪念反迫害21周年 6位奥地利政要智信学员 支持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罪行 严厉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活动的最后一天 维也纳市议员在现场致辞 7月19日20日两天 乌克兰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720反迫害活动 首都基辅市 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贸易港口城奥德萨 第四大城市蒂涅伯罗市 以及科拉玛托尔斯克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 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赢得民众和媒体的支持 自2020年7月14日以来 已经有约80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及参议员 联名要求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 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7月22日 加拿大官方反对党影子内阁 国际权力与宗教自由部长斯维特 在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 要为捍卫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而战 要为他们争取练法轮功的自由 7月23日 保守党国会议员赵锦荣也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 表示希望传递一个希望的信息 受迫害的人们不是孤军奋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对华演讲 主题为《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共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 蓬佩奥谴责中国共产党对外不诚实 对内是残酷的政权 他形容中共充满恶意 在与美国的接触中 中共从中获利 却牺牲美国人的利益 蓬佩奥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他说中国人渴望更大的自由 共产主义者几乎总是撒谎 他们说的最大谎言是 他们代表14亿中国人 但这14亿人受到中共的监视 压迫不敢说话 他说 我呼吁每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 开始做美国所做的事情 坚持互惠 坚持透明 追究中共的责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四川资中法轮功学员刘健 2019年11月20日被绑架 今年5月中旬被资中法院非法开庭 6月中旬被非法判6年 已提起上诉 刘健现年68岁 曾7次被中共迫害 江苏镇江市法轮功学员李俊兰 于2020年7月8日被镇江市 润州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 并勒索罚金5000元 李俊兰于2020年2月9日 在镇江市三官堂相 散发真相资料 2月13日被非法刑拘 河北张家口市 淮来县法轮功学员丁玉明 7月14日路过大黄庄洗脑班 直接被洗脑班人员绑架到洗脑班 丁玉明多次被虐待 于7月22日致生命垂危 被送往淮来县同济医院 此后丁玉明下落不明 湖北咸宁市法轮功学员向德宾 2017年6月22日早上 在去上班的路上 被直接劫持到湖北省法治教育所 洗脑班迫害 同年8月29日 被转入咸宁市咸安区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至今 已超过三年 2018年12月27日 向德宾遭咸安区法院非法庭审 但没有结果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 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7月25、26日 200多名台湾法轮功义务区辅导员 于云林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法交流会 两天的时间 他们聚在一起学法 并针对如何抓紧时间学法 在生活工作中提升心性 协助学员维护修炼环境等议题 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 在交流中比学比修 互相促进提升 多位学员表示收获良多 也找到了与他人的差距 期许自己回去后 能更加精进实修 为整体付出 马来西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以小规模的形式纷纷在各地区 举行集体练功悼念会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希望能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 关注这场历史上中共最邪恶的迫害 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7月20日 马来西亚北部槟城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青草巷公园举行小型悼念会 纪念720反迫害21周年 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 制止迫害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 在首都墨西哥城举办讲真相活动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18日 在墨西哥城历史中心 阿拉米达广场前练功 并向过往新人派发真相传单 讲真相 诺雷娜艾斯皮诺萨女士 被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 她赞叹道 太美了 我们完全被吸引住了 法轮功非常祥和 我们也想练 7月20日 秘鲁首都利马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前的公园内举办活动 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1年之久 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7月18日 匈牙利法轮功学员 在布达佩斯地标之一的大教堂前 圣安德斯万广场上 举办了反迫害讲真相和烛光悼念活动 学员们还在现场展示功法 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拍照 了解了真相的人们 纷纷在制止迫害征迁表上签名 表达他们对正义与善良的支持 7月19日 捷克法轮功学员在 布拉格市中心老城广场 进行红法活动 搭起展台 摆放各种文字的真相资料 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迁部 7月18日至20日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汇聚首都 马德里举办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 呼吁立即制止迫害 人权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在国会大厦前发言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罪行 呼吁西班牙政府认清中共 远离中共邪恶政权 7月20日 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苏黎世市中心的阅兵广场集会 学员们通过公法演示 演讲 征迁等 向路人介绍公法 并揭露中共21年来 对法轮功学员血腥迫害 甚至活摘器官的罪行 7月20日晚 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 来到中领馆前 举办720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烛光夜道 呼吁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苏州市法轮功学员 宣小妹 朱培勤 被非法判刑 江苏省苏州市法轮功学员 朱培勤 宣小妹 7月22日 被吴江法院 非法判刑 宣小妹 两年 朱培勤 两人现被非法关押在苏州市第四看守所 2020年1月7日 宣小妹 朱培勤 在苏州 吴江法院 被非法庭审 公诉人 在法庭上 宣读起诉书后 四位律师 给两位当事人 做了有理有据的 无罪辩护 两位法轮功学员 为自己做了 无罪辩护 宣小妹说 迫害法轮功 是江泽民的 个人违法行为 希望公诉人 法官等 不要跟着江泽民走 苏州吴江法院 将参加旁厅的民众 置放物品的储物柜 挪到了第一道安检的里面 去法庭旁厅 要经过两次安检 安检时 对参加旁厅的人 变向非法搜身 山东围方高密 多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 2020年7月22日 早上6点左右 山东省高密市 各个派出所 在高密610国保大队的指示下 大面积绑架 法轮功学员 派出所人员 入户抢劫 先抢手机 甚至殃及不练功常人 并将常人关押至深夜 不给饭吃 众多法轮功学员 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知道姓名的 有十余位法轮功学员 2020年7月22日 清晨不到6点 高密市法轮功学员 屈洪波、朱平一家三口 以及三个不修大法的店员 被高密市下庄派出所 绑架及非法抄家 其中孩子和店员 被关押30多个小时后 放回家 在关押期间 不给饭吃 不给水喝 手机被非法扣押 至今 屈洪波和朱平 下落不明 同日 还有在高密科技市场 开店的两位夫妻 也被绑架 北京法轮功学员 许娜、王宇、孟庆霞等 被绑架 北京市东城区 法轮功学员 王宇、顺义区 法轮功学员 许娜、昌平区 法轮功学员 孟庆霞 还有一名不知姓名的女性法轮功学员 在2020年7月19日被绑架 据说同一天 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王宇被东城分局非法抓捕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 7月19日上午 许娜在家中 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 值班警察协同国保非法抓捕 向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河北恒水市徐庄乡刘永田夫妇被迫害经过 2020年6月8日下午 河北省恒水市冀州区徐庄乡东武村刘永田夫妇 因之前在冀州镇后圈发真相 三轮车上的治安车牌号被监控拍到 被本村村干部和冀州镇派出所敲开门 非法抄走师傅法相和大法书籍等物品 随后二人被非法带到冀州镇派出所做笔录 于当天下午回家 广东北疆监狱警察霍林印被举报 广东省北疆监狱自1999年7月20日 中共恶党开始对法轮功进行残酷迫害以来 沦为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五所监狱之一 十几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 北疆监狱的恶警霍林印 自2005年开始主动当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 至今15年罪行累累 霍林印男1974年10月10日生 广东省北疆监狱六间区三分监区副分区长 对被非法关押在北疆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转化迫害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15年以上 对百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洗脑 迫害致死至少一人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生命垂危临终前 霍林印还在逼迫其放弃信仰 霍林印常年利用网络书籍等污蔑法轮大法 毒害众生以捞取名利 包括 1.积极参加网上宣传 连续9年在网络上发表污蔑法轮大法 教唆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视频16个 文章微信微博70多篇 2.参加广东省政法委所知的36名某教亲历者实录的编写 3.参与骚扰追踪迫害狱中法轮功学员的子女 4.兼职担任广东省攻击法轮大法榜站的专业编辑部的一审编辑 5.为司法部和地方培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2000多人次 提醒被非法超过家的统修 请注意排查是否被安装监控设备 近期 我地区有一学员被绑架两天后回家 绑架他的派出所人员进入其家中 把偷偷安装在他家摩托车排气管的监听器取走 派出所人员以为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走 不会回来了 并说 这个用不上了 家人这才知道被邪恶执法部门偷偷安装了监控设备 还有的学员在打扫卫生时 发现镜子后面不知何时被安装了监控设备 也有同修的汽车底部被安装了监控设备 请同修排查并防范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打电话劝善警察立即放人 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 7月初的一个晚上 我收到一个同修的短信 告诉我 他在中国大陆的妈妈 因为外出张贴法轮大法好标语 被警察抓了 我问同修有没有抓他妈妈的警察的电话 他给了我两个电话号码 我拨打其中一个号码 电话通了 对方接起电话 我问 请问是某某某吗 他问 你是谁 我说我是某某的朋友 我的这位朋友被你们抓了 现在就在你们那里 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抓他 对方没出声 我接着说 就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是吗 就是因为他贴了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是吗 你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的分量吗 法轮功学员 二十年如一日的 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看看 现在中华大地从南方到北方 到处都是灾难 讲真相 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 就是想在大灾大难来临时 能多留下一些人 少死一些人 你知道当前的这些灾难会死去多少人吗 我接着说 法轮大法好就是几个字 你知道它有多大的分量吗 在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候 有的人已经感染了病毒 就在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我们打过去电话告诉他 赶快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还要退出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 来夺命的病毒就会被杀死 身体就会好 那个人听了 按照我们说的做了 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 你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 救了多少人的命吗 对方一直没出声 我接着说 你想一想 法轮功被迫害21年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顶着巨大的压力还在炼 而且还不断地告诉人们真相 明白真相就能救命 你再想一想 杀人放火 和各种坏人你们不去抓 专门抓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共产党在作恶啊 他的政权长久不了 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作恶 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 将来一个都跑不掉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国际组织都有记录 将来怎么办 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唯独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你们跟随共产党也在迫害大法弟子 你干了件什么事 你知道吗 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通过各种方式 告诉人们大法真相 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些人活下来 等看到满街都是死人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 你能知道我们多么着急吗 疫情死去多少人 中共媒体报道的是真的吗 你信吗 死了多少人 中共不在意 维稳对中共最重要 它极力掩盖真相 媒体永远告诉人们的事 形势一派大好 你知道阻挡救人下场多么可怕吗 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冒死 也要把真相告诉人们 就是铁石心肠 也应该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啊 说到这里 我自己不禁哽咽了 对方听到这里把电话挂了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 接到同修打来电话 告知妈妈回家了 就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个警察 把他妈妈送回家了 我心里谢谢师父 是大法的力量 让这个生命做出了正确选择 让善注入我们的生命 天津来稿 有一次 我去镇上卫生院 给孩子买创可贴 镇卫生院和镇政府 同在一条街上 且相邻 派出所就在镇政府的里面 我买了创可贴 从卫生院出来时 见我自行车那里 围了一群人和几个警察 我拨开人群 静止走过去 推我的自行车 其中一个警察问 这是你的自行车 是啊 我回答着 就边推车走 警察说 你这个自行车还没有上牌呢 交罚款失元钱 当时镇上有规定 自行车一律上牌 牌上有个号 上一个牌失元钱 我出来时急着买创可贴 身上没带余钱 这会儿又急着想回家 给孩子用 就四处找有没有认识的人 好先借钱 过后再还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警察说 我先替你交十块钱 你先回家吧 边说话 边从上衣口袋 掏出失元钱递过来 围观的人很惊讶 我也努力想 这人我好像不熟悉呀 这时 人群中一人说 你替他垫钱 咋不替我把钱垫了 因为有警察 所以围观的人就越多 有买菜的 买水果的 连平时摆长摊的人都围过来 大家的目光 都聚集在这个年轻警察身上 就听警察大声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给他垫钱 因为他是学法轮功的 他学的是真善人 我相信他 我保证他会把钱给我送回来 我谢过警察 警察对我说 你快回家吧 我记得你 我去过你家 练法轮功的人 给我的印象很好 你们的名声很好 后来 这个明白大法好的警察 再没有来过我家 社区人员 请不要再骚扰我的家人 作者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是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 今年七十岁 家住沈阳市 大约两个月前 原单位一名留守的同事 给我丈夫打电话说 让我拿身份证到社区登记 我没去 后在超市碰到他 问其打电话的是 他告诉我 退休人员的档案归社区管了 以后生老病死的事都归社区管 我心里想 我是修大法的 不存在老病死 我有师父管 这事与我无关 七月二日上午 丈夫说社区来电话 让他拿户口本去登记 隔天上午 他从外边回来 手里拿着一摞白纸 递给我 叫我看 我打开看了几眼 觉得不对劲 这不是三叔吗 我问他 这东西是从哪来的 怎么能往家拿这个 他说 是社区让拿的 让你照抄一份 这时我才听明白了 是社区欺骗利用我丈夫 为了达到目的 真是不择手段 连家人都不放过 我对丈夫说 这东西是不能随便写的 我不写 丈夫一听火了 和我翻了脸 又气又恨 恼怒得大发脾气 意思是 你抄一份 糊弄过去不就完事了 我说 佛法威严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看我态度坚决 就说 你不写我写 我说 你千万别写 那罪可就太大了 后患无穷 他问什么罪 我说 棒佛棒法 诽谤师父 肯定要遭报应的 善恶有报是天理 这可是要命的事 不但害了我 也毁了你自己 还毁了社区的人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配合他们造假 别让他们助纣为虐 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 丈夫问 那我给送回去 怎么跟他们说 我说 一句话就可以 就说我不想害了他们 我不知道社区的人 跟他又说了什么 这么多年 他没少跟我担惊受怕 丈夫这次的反常表现 绝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因为他亲眼见证了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 他曾由衷地对我说过 我很感谢你 也很敬重你 也很佩服你 也曾经对孩子说过 你妈是咱家的功臣 是咱家的顶梁柱 你妈身体好 是咱家的福分 丈夫以前得过严重的心梗 大夫说这病得终生服药 我修炼大法 他受益了 身体一直很好 最近不断的电话骚扰 使他精神受到了刺激 心理压力很大 我担心他身体出现什么意外 尽力地安慰他 开导他 缓和他的情绪 我说 这事与你没有关系 以后来电话可以不接 人家是钻了你有怕心的空子 才敢吓唬你 要挟你 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修炼真善忍 做好人不犯法 没犯罪也没有错 是他们违法 是他们在给我们制造家庭矛盾 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 作为法轮功学员 只有颂扬大法 赞颂师父的份 怎能不知感恩 怎敢口出狂言 亵渎神佛 怎能背叛恩师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呢 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 如果不是修了法轮大法 我可能早已命负皇权 在此劝告这些中共人员 不要再无端骚扰 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 这么好的大法 本来就不该遭受迫害 尚未有报 大意当前 病毒有眼 望有关人员三思 愿天下所有 有良知善念的有缘人 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 请记住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承念得福报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山上榨下的乱石 长眼睛 作者 山东人 我妻子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 练功后身心受益 受他影响 我也断断续续 看过几遍转法轮 虽然我没有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 但我也给同事讲过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支持妻子修炼大法 这使我从中受益很大 下面把自己一次遇险的经过写出来 以感谢大法师傅救了我 记得是2004年11月的一天下午 我从单位下班后 骑着摩托车 沿着盘山路去岳母家 当走到离岳母家不远处时 路中间横着几辆摩托车和自行车 挡住了去路 还有四五个人站在路中间说话 他们是在那儿拦着不让行人过 但没注意到我 我就从路边骑着摩托车过去了 当时心里还在想 这些人怎么在路中间说话 妨碍别人走路 当我又骑出约一公里路时 突然听到一阵阵放炮声 从对面山坡的一个石料场方向传来 紧接着 无数碗口大小的石头 从头顶上像冰雹一样砸了下来 我迅速减速躲闪 密集的石头砸在我的四周 就是没有砸到我 我又走出五十米时 炮声停了 石头也不落了 我停下车来回头一看 路上满地都是石头 找不出两平方米的空处 这时负责拦路放炮的两个人 急忙跑到我身边 问我伤到了吗 我说没有 他们说 可吓死我们了 你真是祖上积了大德了 这么多的石头砸下来 还没有伤到你 回家后 我非常后怕 在家休息了一天才上班 我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 谢谢大法师父的保佑 一夜愁白头的父母笑了 中国东北地区来港 我是大陆东北人 2006年开始修法轮大法 修炼后发生了太多太多神奇的事情 真是一言难尽 是那些未接触法轮大法的人们 无法想象的 下面就说一下其中的一方面吧 修炼后我家族的变化 一 俩女儿重症肾病神奇好了 一夜愁白头的父母笑了 在修炼前 我有很严重的肾病 同时还有关节炎 颈椎病 腰疼病 我是从头顶疼到脚后跟 没有舒服的时候 我妹妹比我先得了肾病 家族遗传 也治不好 没力气就躺着 寿命短 父母因为俩女儿都得了同样严重的病 而一夜之间白了头 这就是常人说的家门不幸吧 谁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该咋过 我和妹妹的孩子都才十多岁 因为我们俩的病 其他的亲人该怎么熬下去啊 天天躺在床上 没力气干不了家务 那时的我真是太绝望了 心里想的就是快点治好病 要不我的父母会因我受累 我的家 我的孩子 唉 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家破人亡 可是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也没能治好这个病 在我忧郁绝望之际 我的同事是一名大法弟子 他给我送来了保书转法轮 我怀着害怕的心 害怕血挡迫害 好奇的心开始阅读 认真的在书中找寻好病的方法 渐渐地在师尊的指引下 明白了这本书是一本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是一本修炼的经书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我这里不讲治病 我们也不治病 但是真正修炼的人 你带着有病的身体 你是修炼不了的 我要给你净化身体 净化身体 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 真正来学法的人 看了这段话 我明白了大法师父只给修炼的人净化身体 那我就做修炼的人 教人按着真善人做好人的书 还能没有病 多么好的事情啊 新闻的宣传都是假的 做好人都有错 那还有什么是对的 感谢师尊啊 师尊看到了我这 要修炼向善的一念 一秒钟的事儿 卧床了几个月 吃饭没力气 都得躺着吃的我 就这样洗漱完毕 清清爽爽的走着上班去了 后来亲人们看到了我神奇的变化 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 都无病一身轻 父母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二 修炼大法得福报 师尊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由于命运使然罢 我和丈夫刚结婚那几年还算恩爱 可是有了孩子之后 他没什么家庭观念 家里的大事小情 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是一个自信要强的人 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教育下认为 只要自己努力 一定会开出一片天地的 会把家过好的 把孩子教育成才的 那就坚持吧 可是孩子很难管教 气得我手脚发麻 收效甚微 这么多的家务和我繁忙的工作 还要看孩子 在孩子三岁时 我身体就垮了 除了忙里忙外 剩下的时间就去看病 给医院送了很多钱 忙得身心疲惫的我 每天都是一肚子的怨气 相反呢 现在整体社会风气不好 我的丈夫单位风气也很不好 同事下班 大部分人都不着急回家 都在一起吃喝玩乐 他脾气不好 我数落他 他就骂我 小吵大吵不断 吵红了眼就动手 吓得孩子直哭 后来他看也吵不过我 干脆就躲着我 除了睡觉 一般在家看不到他 我们吵得也没什么感情了 我就等着孩子高考后 再不行就离婚 结束这无望痛苦的生活 心里难受的时候 我望着天空无助的想啊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啥 就是来遭罪的吗 老天真的存在吗 我就这么苦苦的熬着 为了孩子 为了父母 再坚持 修炼大法后 我懂得了 这是业力轮抱 在不断的修炼中 一切都释怀了 我按着真善忍做人 遇事先考虑别人 善待所有的人 和丈夫吵架的声音小了 次数少了 渐渐的这个家安静了 慢慢的 我丈夫看到了我巨大的变化 身体好了 脾气好了 微笑多了 抱怨少了 慢慢的 他也认可了大法 现在也在学习转法轮 也在努力改变自己 最近发现 他的失眠症 躁狂情绪 都没有了 这也大大的鼓舞了 他坚持学下去的信心 他的变化 这是我做梦都没梦过的事情 只有大法和大法师傅 才做得到 孩子也看到了我的变化 不那么体罚他了 不那么生死力竭地教育他了 我问他大法好吗 他说好 我说那你也学呗 他马上答应了 他学法前成绩偏下等 大法开启了孩子的智慧 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而且品行端正 做事情他会用真善忍 来衡量做的对与错 我们在一起相处 很平和快乐 这时更感觉到 一个无神论的普通人 教育孩子有多苦 大法有多神奇 现在他在国外 一所很好的大学读研究生 在师尊的呵护下 坚定地走着修炼的路 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 我们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再次叩谢师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好人为什么也一定要退党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0年7月24日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近日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在考虑禁止 九千万共产党员入境美国 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围剿 已经越来越快 越来越有力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只是个普通党员 我也没干啥坏事 制裁也轮不到我 我也没啥必要退党 或者说 我是一个好人 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制裁到我 我也挺无辜的 对于这个问题 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共产党是一个流氓黑帮加邪教 是一个恐怖组织 是一个犯罪集团 这方面我们不去探讨了 通过九平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以及其他的各种资讯 都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样一个性质的组织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 你说你是个好人 你没干坏事 你是被欺骗的 你是被迫的 你不应该受到牵连 不应该受到惩罚 是这个道理吗 那能是真实的情况吗 不是 有人说 我只是个普通党员 没干坏事 是这样吗 你入党的时候 宣誓为邪党黑帮 效忠一辈子 加入黑帮效忠 是不是坏事 信仰共产主义 宣扬共产主义 这种邪教教义 是不是邪恶的 是不是犯罪 即使不是真心的 行为上就是犯罪 是帮助邪教宣传邪教教义 欺骗他人 为黑帮站台 是自欺欺人的同时 加害他人 同时壮大邪恶 哪个共产党员 没参加过政治学习 哪个共产党员 没做过政治表态 哪个共产党员 没表示过 对共产党及其党魁的 忠心 信仰和崇拜 如果没有这些 党所要求的规定动作 恐怕早就成了 党所打击的对象了 那么这种加入共产党 就必然会被要求的 行为的本身 是不是就已经是犯罪行为了 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犯罪集团 一个邪教组织 一个恐怖组织 所以加入这个黑帮 就会按照这个黑帮的帮规 做黑帮的行为 就会有邪教的言论 就会有同流合污的言行 就会有推波助澜的言行 再比如 一个拿刀杀了人的罪犯 法律在衡量一个杀人犯的杀人罪行的时候 不会说 这个人的手犯罪了 身体的其他部位 没有犯罪 法官判刑的时候 一定是判定 这个人犯了杀人罪 你用手拿刀杀人的 那你身体的其他部位 就没有参与 是不 就没罪了 是不 不是 你的杀人的行为 是你整个这个人的行为 是你整个身体配合完成的 是身体的每个细胞 共同完成的 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 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部分的正常运作 就保障你能实施杀人的行为 所以 是你这个人 身上所有的细胞 共同的犯罪 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有的细胞 不知道自己 在为一个杀人犯 在提供杀人的条件 有的细胞 在产生着杀人的念头 有的细胞 在指挥着其他细胞 在执行 有些细胞 在直接实施着 杀人的行为 但是不管是哪个细胞 都参与了这个杀人的行为 所以 就是这些细胞的共罪 共产党就好比 是这个杀人犯一样 在历史上 犯下无数罪行 杀人无数 还有其他各种罪行 到今天 还在不断地犯罪 丝毫没有悔改 那么这个共产党 犯下的这些罪行 都不是共产党中的 个别人 单独就能做得了的 是共产党整个组织 完成的罪行 历史的各种 政治运动 是 文化大革命 是 六四天安门屠杀 是 迫害法轮功 特别是活摘器官 是 到今天的隐瞒疫情 造成全世界上千万人感染 几十万人死亡 全世界经济受到重创 还是 这些政治运动 信仰迫害 公共卫生危机 都是动用和牵扯了政府 公安 司法 外交 国安 军队 宣传 医疗 等各种国家资源 设计了 是杀人无数 可以说是无恶不做 坏事做绝 而且到今天还拒不承认 毫无悔改 反而还栽赃他人 那共产党中的每个党员 就好比杀人犯的每个细胞一样 共产党的一切罪行 都是这个党的组织行为 是这个党的所有细胞 共同完成的 共产党的存在和延续 就是共产党的所有细胞 所有党员 共同完成的 给他创造和保障了 他犯罪的条件 如果这些细胞都不工作了 哪怕是局部不工作 那这个身体就不行了 犯罪可能就无法实施了 甚至直接就垮掉了 中国共产党宣传 他有九千万党员 这个数字本身 就用来欺骗和迷惑世人 好像共产党有多强大 多有影响力 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 共产党的罪行和腐败 其实到今天 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了解 都有切身的感受 当然 也仍然有真糊涂的 也有装糊涂的 但是 如果了解了这个流氓黑帮 加邪教性质的犯罪集团 恐怖组织 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 邪恶团体后 仍然要坚持 和他为伍的 在其罪行都曝光于天下时 还要和他同流合污的 那么想一想 这是什么行为 这难道还不是犯罪吗 近日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在考虑禁止 九千万共产党员入境美国 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的围剿 已经越来越快 越来越有力 如果还是共产党员 那么真是应该严肃地想一想 不退出 就是帮助继续维持这个邪党存在 这本身就是犯罪 既然是犯罪 那何不早日退出呢 请听时事评论 共产党领袖们 为什么抛弃了共产党 作者醒您 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上 中共一大被称为是里程碑式的会议 陈独秀 曲秋白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创建了中共 2017年10月31日 现任中共领导人到上海中共一大旧址击败 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主义的麦希 然而在一大旧址 只能摆出一大参会人员的旧照片 却不能详细展现中共创始人后来发生的转变 谁能想到 陈独秀 瞿秋白 张国焘等率先踏上中共红船的开创者 却也是最早抛弃共产主义的人 然而 这些重要史实 却是大陆教科书和大陆媒体的禁闻 一 陈独秀 共产旗帜的幡然醒悟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 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 多少人人之事在探求强国之路 陈独秀 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 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 陈独秀出任了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 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 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 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却让陈独秀体会到 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的团体 苏共指示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而陈独秀反对 成为国民党附体 1929年 张学良的东北军 试图从苏联手中 收回东北铁路控制权 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 而中共提出 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 陈独秀反对中共 罔顾国家利益 保卫苏联的做法 他这样一些看起来 合乎道理的做法 难为中共所容 当年11月 陈独秀被开除中共 此后 陈独秀与中共越走越远 并经受牢狱之灾 在狱中开始潜心研究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 孔子 道家学说等 思想开始转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陈独秀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 陈独秀在1938年3月17日 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 你们向来不择手段 不顾一切事实是非 只要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的 便是战士 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 做人的道理应该如此吗 1940年11月28日 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 一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独裁 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即党的独裁 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任何独裁都和残暴 蒙蔽 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曾说 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 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2.张国焘发表退党声明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 1921年下 张国焘参与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并被推为大会主席 张国焘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张国焘在厄狱晚创立的红四方面军 在中共内部的残酷斗争中被毁于一旦 但他仍难逃厄运 毛泽东以整风名义组织了对张国焘的围攻 大会批 小会斗 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张国焘先是痛苦不堪 继而心灰意冷 1938年4月2日 实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万般无奈 借祭拜皇帝陵之机 只身从延安出走 逃往重庆 1938年4月5日 张国焘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 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 他说 这个共产党 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8年 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表文章说 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 更不惜以百姓为除狗 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 共党进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 即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 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张国焘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到最终看透中共本质 进而全身而退 脱离中共的过程 给人留下了历史故事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个深刻启示 作为中共建党元老的张国焘 从一名共产主义热衷者 其势力在领导当时的红四军时 曾全清一时 超过当时毛和中央势力的近十倍 但最终还是被公于心计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的中共阵营排挤 并险遭不测 张国焘及时脱离了中共 免遭刘少奇彭德怀等等 一批中共元老们的厄运 也给他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益处和好运 张国焘不但保住了性命 还使全家人早早地移民 到以保护人权和信仰自由 组成的加拿大 享受着自由 清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当历史的真相一幕幕展现出来时 良知与邪恶的较量 原来这样惊心动魄 在关键时刻 迈出抛弃暴力与谎言的一步 既弥族珍贵 而又来之不易 其实在苏联共产政权的最后一刻 叶利钦也决定退党 就在叶利钦宣布退党的前几天 他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 离开他们吧 你是总统 你看清楚这个党是怎么一回事了 事实上 你是人质 是替死鬼 戈尔巴乔夫有些迟疑 而叶利钦对共产党的清醒认识 以及选择退党所引发的后效应 历史已经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在叶利钦退党之后 引发更多人退出苏共 不到一年后 拥有1900万党员 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 彻底消亡了 古拉格集中营被写入教科书 揭示共产邪恶的悲伤之墙 终于落成 意味着对于共产灾难 有了永久建筑物 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 独家专访了戈尔巴乔夫 当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时 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说 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 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大陆 很多知识分子 文化名人和有点家事的人 都曾被共产党骗进去 骗进去之后 被利用 榨干 迫害 然后弃之如必戏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国有句古话 前车之鉴 后始之失 中共政权到底是什么样货色 已经无需赘言 在中共党媒 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 披露美国政府 你对所有中共党员 巨发签证的消息公布后 拍手称快的评论 达数千条 有人甚至说 是否这一次的网络控制失控了 不是失控了 是人心已醒 有谁愿意逆势而行 当醒不行呢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 退出中共 抛弃中共这个恶魔 才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请听时事评论 鬼位正神 作者 袁仲 现在新冠肺炎 肆虐全世界 在瘟疫面前 人类除了被动的防控 医治之外 还能主动地做些什么 隔离病毒的蔓延 守护我们的健康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有位名叫 景青的读书人 他为人政治中烈 他参加会试 经过蠢化的时候 借出在当地的一户 人家家里 这户人家的女儿 晚上常被妖怪折磨 而景青 借宿了当晚 妖怪却没有来 景青离开后 妖怪就又来了 妖怪说 是因为回避景秀才 所以才没来 女儿告诉了父亲 父亲追到景青处 景青书写了 景青在此四字 让他们贴在门上 然后妖怪就不再骚扰了 这个故事说明 正邪不两立 比如 太阳升起 黑夜渐去 春暖花开 冰雪消融 邪不压正 正能屈邪 妖魔鬼怪 是惧怕正人君子的 正人君子名号 所在之初 魔鬼根本不敢 兴妖作怪 同样 妖魔鬼怪 在正法正神面前 更是望而生畏 必知不及的 因为正神 是远远高于君子的 神能降妖除魔 道福能阵邪灭乱 真眼能驱鬼驱病 在古代 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都知道了 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 九字真言 可以驱邪扶正 能够化险为夷 很多人通过常念 九字真言 有的异鬼 根本不敢靠近 有的在温病中 不治而愈 有的在宾死时 转危为安 他们的亲身经历 令人不可思议 给人信心与希望 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对武汉肺炎 临床疗效的研究报告 分析36名案例的 总体结局是 26例症状痊愈 10例症状好转 3例病毒核酸检测 由之前的阳性 转为阴性 11例重症患者中 有10例痊愈 1例好转 重症且住院的6例中 有5例完全康复 1例好转 3例重症且住ICU 进一生诊断 2例完全康复 1例好转 其中一位 居住在美国纽约 长岛的珠宝商 盖德 女73岁 犹太籍美国人 报告者本人 报告日期 2020年5月20日 报告如下 今年3月份 弟弟一家 从曼哈顿 来到长岛度周末 弟弟家离开一周以后 他发现自己嘴里 除金属味之外 其他什么都尝不到 在一周后 全身疼痛 起不来床 医生诊断为武汉肺炎 盖德尊医主 在家隔离 逐渐出现呼吸困难 无法呼吸 感到死亡的恐惧 四月下旬的一天 他的一个叫安娜的法轮功学朋友 来电话 得知他的情况之后 告诉他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然好 九字真言 他发现 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肺被打开了 让空气进入我的肺中 我能够把气吸得更长更深 他说 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 这真的是 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 在慢慢地 一声一声地 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 他喘过气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盖德终于像正常人一样 呼吸顺畅了 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经历 盖德说 他现在天天念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然好 不管是睡前 还是醒来的时候 还是在我走路的时候 还是我有不好的想法 或者抑郁的时候 我都念这个口诀 盖德发现 念九字真言 不仅让他从武汉病毒中 走了过来 而且他过去的心脏病 以及其他病状 都消失不见了 他一年前做的血管造影手术 他原来的心跳 是每分钟44到46下 现在是50到54下 我想说 这个口诀不是治了我一个病的问题 我有很多病 可这一切不好的症状都消失了 这个口诀对那些有呼吸问题的人 对血管有问题的人 对所有人 我敢说 它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 不只是对这个病毒患者 对任何人都好 我以前不相信神迹 但是我念九字真言 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 九字真言 虽然只有九个字 但是汇集的是法轮佛法的正能量 所以念动真言之时 正神即刻就到 温鬼撒腿就跑 这就是念九字真言 能治好新冠肺炎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神佛利用神通 法术 降妖除魔的故事 比比结识 封神榜 搜神记 西游记 粤威草堂笔记等书籍中 均有记载 鬼位正神 神能屈鬼 道福有法力 真言有神威 曾是古代中国人 普遍信服与依靠的 对于当前的新冠肺炎瘟疫 念动九字真言 温病不治而遇的案例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真心诚念九字真言 他们相信 九字真言胜于神丹妙药 没病可以预防 有病可以自愈 何乐而不为之呢 刘伯文碑记中 有这样一句 天有眼 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 当你的眼睛 看见九字真言时 这就是上天 给你保命的机会 这就是神佛 救人于瘟疫的妙药 你一定要铭记在心 真诚念动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劫难就在眼前 希望在真言 异鬼畏正神 真言救世人 请念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保护自己 请传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救度藏生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